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是因为墓葬中埋着这么多的陪葬品 古力无论是在盗墓银眼中 还是历史学家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盗墓银想要获得财富 而专家则想要从古墓中 找到一些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 但是考古毕竟不是盗墓啊 我国一般是不会主动进行墓葬挖掘的 只有墓葬在遭到了破坏之后 才会进行保护性发掘 考古专家想要主动挖掘墓葬 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 因为主动挖掘 可能会给墓葬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顾墓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和其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一样 他是坚决主张对古墓进行主动挖掘的 在他看来墓葬中隐藏着很多秘密 咱们要想证明历史资料中的记载是 否正确就必须要从古墓中寻找证据 他甚至提出过挖掘勤使黄墓 但不要说当时了 就算是现在技术也达不到挖掘的水平 因此周总理直接拒绝了他的建议 顾墓若别拒绝之后并没有死心 既然不能挖掘秦始皇的墓葬 那就挖明朝皇帝的墓好了 他再次建议挖掘明成祖朱棣的墓 在他的距离力争之下 最终得到了许可 郭墓若十分兴奋 带着一行人便去了北京天寿山 对明朝皇陵进行挖掘 他们在长陵那里探探了长达一年 暂时却一无所获 郭墓若恼羞成怒 决定换一个地方 于是他们找到了县陵 那时朱高尺的墓葬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吃市子当然减软的捏 郭墓若决定就拿整个墓葬拆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墓葬 郭墓若还是没能搞定 最后他们决定挖掘定陵 也就是朱义军的墓葬 长久以来定陵都有着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 谁要是和朱义军的八字不合 进入他的墓葬之后就会遭报应 当时这样的传说和所谓的诅咒很多 郭墓若自然不会相信 不过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他们建议郭墓若不要挖定陵 但是郭墓若最后还是不顾阻拦挖开了定陵 他们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金刚墙 大家都知道 黄陵中肯定有很多机关 大家不敢贸然进去 于是决定先放一只鸡 但是那只鸡好像也知道有危险 怎么都不愿进去 最后大家只能戴上防毒面具继续挖掘 郭墓若一行人在定陵得到了很多文物 但是因为技术条件达不到 毁坏的就更多了 这件事让很多专家都叹气 所以郭墓若想要挖武则天墓的时候 周总理直接拒绝了 并且明确表示 十年内禁止挖掘帝王陵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